7月24日,第21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的前一天 来自各个教区的天主教参与者们 不畏风雨一同齐聚在万经圣母圣殿 展开迎前培训 在台北总教区中安主总主教与神掌门的带领下 帮助青年们更深层地认识信仰 了解宗教交流的宗旨 学习与其他宗教互相尊重、理解 以及在社会慈善工作上的共同合作 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宗教和平生活 也一个就是一个态度 怀着诚恳跟敬意 对于不同的宗教它的真的成分 那我们也怀着诚恳 那我们怀着敬意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可能有些人误会就是 天主教是败圣母啊 然后基督教是耶稣啊 上帝啊 一开始可能会先用历史的方面 去跟他讲一下 历史一开始的一个教会传统 下来之后 可能中间有一段历史是 有一些想法不一样 然后他们自己也就分出来 然后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误为 就是变比较拜圣的 那通常人家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先理解对方 到底能不能再是信仰 那所以对于圣母 这个是敬意 是一个尊敬的行为 就必定是把他当作神来拜 那如果是面对尖叫的时候 我就是会把就是拜这个字 在猜点的就是我们朝拜 敬拜然后让他们比较好懂 就是这个拜跟就是他们理解 中的拜是个差别的 今天在无限的情况当中 每一点其实都是中心的 所以可以说是有中心的 但是因为它是无限的 每一点都是中心的 换句话说也就没办法说哪一点 是个中心的 可以说每一种中心的 所以有根本这个 在无限当中都得到一个和解 在无限当中 两个都是定主的和解 所以对于在宗教教堂堂上 有一个新的出法 天主教的想法是 我们都是主内一家人 我们先认识了道路 认识了耶稣 但是他们还没有认识 天主教的神父为某一些单位 社会单位服务 比如说你为小朋友教英文也好 老人家服务也好 如果政府发现你做了这么好的服务 它就特别来颁奖 鼓励你多做一点 为那些弟兄姐妹 软弱的弟兄姐妹服务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来做一个宗教教堂 如果那些弟兄姐妹 是佛教徒 回教徒 还是民间宗教 他们都看到你的这样的服务 他们都被影响 那个宗教教堂的最好的方式 是社会服务的方式 宗座的宗教教堂委员会跟那个佛光山 对那个宗教教堂 但是那次的主题就是那个修女跟比丘女 对对对话 导臣训练 我们总共训练一个修女 然后他们佛教的尼姑 尼姑 训练尼姑的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 两个宗教之间一直都很坦诚的来分享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有很大的收获 我们之所以一直强调要跟宗教交谈 这个也就是每一个宗教都有真理的成分 那其实你一追根就底到最后 耶稣基督他怎么说呢 耶稣说我是 耶稣是真理 所以你不管怎么讲别的宗教 你追到最后 那就是真理 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 我们很谦虚的 我们也很愿意跟他们合作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交谈 我们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都是朋友 那一起一定可以促进 这个全人类的和平 宗教彼此做朋友 那一定可以促成我们的和平 本届的宗教与和平生活营 预计将参访一贯道的神威天台山道场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 与山达基教会的高雄机构 然而由于台风的影响 一贯道道场圆环严重积水 花木倾斜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停车场淹水 各方宗教宗长与干部们 考量到灾情的不可预测性 以及全体成员的安全 筹备团队决定将本届的生活营延后 并择其再办 在离开前 中安住总主教和宗长们 特别与天主教青年们 一起在万经圣母圣殿内 为受灾的地区与人民祈祷 青年们也将预先准备 与其他宗教朋友分享的 天主经带动唱 一同奉献给天主 remote 我们前面遥荒